既然你已经签了合同 就忍着吧 必须配合林菲菲所有的治疗工作 什么治疗工作 你疯了 我在帮你治疗啊 电视剧不都这么演吗 脑部受到重创之后失忆 再撞一次 就能恢复记忆了 我想试验一下 是吧 学生姐姐 这个 目前没有科学依据 我觉得你还是当看看电视好了 你啊 我看来我得控制人力到了 我 你是个疯子吧你 你可以不签啊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料你也不敢打死我 反正我受伤 那就是宁非受伤 自己看着办喽 你去哪儿 洗澡啊 在一块儿吗 你说他还能恢复记忆吗 一切皆有可能 宣宁现在不愿意面对过去的事情 是因为不想面对曾经那个无能的自己 如果受到同等的刺激 就有恢复记忆的可能 那我再找人打他一顿 你别冲动 千万别冲动 我不管 只要能让他恢复记忆 什么方法我都要再试一下 我去 好凉 林飞飞 又是你 你要干嘛啊你 我听说突如其来的自己可以恢复人的记忆 我想试验一下 怎么样 我不介意 我就喜欢洗凉水澡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 阿臭 林飞飞 我感冒啊 你要负责 这里还有女生 你怎么能注意一点 你说吧 怎么补偿我 这是实验必不可少的牺牲 虽然我也很抱歉 但是这种情况也不可避免啊 既然你已经签了合同 就忍着吧 你干嘛 你就这么讨厌我 非要我消失对吗 你不消失 他不会回来 他有什么好 比你好 真感冒了 不然哪 我还能用感冒讹你 我给你拿药去 我不吃药 我饿了 你去给我煮碗面吃 什么 你要吃我煮的面 怎么 不行吗 行啊 这可是你自找的 回去 不吃描脸 瓜葛 我打算 你要不去 我打算 你以后 你给你 我打算 你了 我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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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打算